我才来接班 接的不是财富的班 是责任跟义务 接班这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玄界 它能够把这个事业 一直这样的延续下去一代一代 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课题来的 作为接班人 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心态 而且它能够承担的责任跟义务 而且要承受得起承受得了 还有那个心态非常重要 做到公正公平无私 而且这个要让海欧真正成为一个 有社会公信力 而且不断地为民主国家 不管是健康还是文化等等 做贡献 打从这个75年的创业开始 我们不断地取得那个盈利 那么这个40年来 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了 今天 所以呢 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去成长 而且持续不幸地 持续不断地为这个股东 争取最优越的这个投资的回馈 那么目前海欧的这个市值 已经是达到了五亿零几 集团的总资产也超过了三亿零几 我想歌都是属于由智者 是进城 往着那个方向不断地这样走下去 它一定会成功的 不过成功和成就 这些都是他们所拼起来 所得到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 所有的员工都是我们的财产 资产 我们所有的这个股东 所有的员工 要珍惜自己的这个机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头呢 度过我们的黄金四十 接着下来要颁发的服务四十年奖 首先有的就是海欧集团 董事经理陈凯夕先生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这四十年为海欧集团的贡献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应该讲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的人生观 他的为人处事 确实给了 给了我们不少的直接的影响 非常正直 绝对不会允许公司内部有违背社会道德 社会意愿的行为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已经父亲把这个基础打得非常好 很扎实 我想跟他说的话是 过去我真的自己很傻 很傻 我也做错 我也知错了 我也真的知错 我会改变的 我会做得更好 面对公司的发展成就 陈凯夕 一如既往地坚守诚信的处事方针 经营着海欧集团 对陈锦刚而言 谦卑是父亲的经事哲学 也是效仿的榜样 他从父亲手中承接了一份责任 也延续了海欧集团的企业文化 在陈锦刚的心中 父母一直都是海欧集团的支柱 直到现在 他们依旧风雨不改 每天都到公司上班 那鞠躬尽首的坚持 无论在接班前还是接班后 都促成了陈锦刚 用心守护这个家族企业 请各位贵宾 请坐让我们代式的祝福海欧 展翅飞翔前程万里 也对这个公主 这个大家庭永远的 和鞋美满共创家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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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